非政府组织竞选门2.0上个星期宣布举办5.0集会 号召黄山军再次出动向政府施压 以调查、逮捕和提供一号官员 反对七头集会的民政党青年团今天表明已经致函竞选门 要求对方将集会的地点转移到室内体育馆举行 这不仅能够避免骚乱事件 也能更精准地点算与会者的人数 同时民青团也建议黄山军寻觅体育馆来举办反制竞选门的集会 向来反对竞选门举行街头抗命的民青团团长陈庆亮 今早召开记者会表明 他们已经致函给竞选门2.0主席玛丽亚成 建议来临的黄山集会 移试到体育馆进行 民青团也愿意协助竞选门 物色合适的体育馆 民青团表明 陈庆亮表明 尽管我国法律赋予国人上阶集会表达诉求的自由 但由于竞选门在2012年发动的2.0集会 对社会造成纷扰 因此民青团愿意伸出援手 协助竞选门寻找合适的集会地点 目前竞选门还没有公布确切的集会时间和地点 八度空间张亦柔 吉隆坡报道